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延烧全球两年 近期高传染力的Omicron变异株 更让各国伤透脑筋 截至二号 全球超过2亿906万人染疫 与544万人死亡 当中也有不少名人染疫 最新传出确诊的名人 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是目前拜登政府中 最高层级的染疫格员 奥斯丁在周日稍早宣布 他确诊新冠肺炎 但由于完整接种疫苗 让他染疫后的症状轻微很多 之后依当局规定 在家隔离5天 而近日传出确诊的大咖 不止他一人 还有足球巨星阿根廷球王梅西 巴西外星人罗纳度也中标 所幸梅西是无症状感染 罗纳度也是症状轻微 最近Omicron疫情来势汹汹 美国截至上月25号 Omicron就占了美国 现有总病例的58.6% 尽管早期数据证明 Omicron的重症较不严重 但仍让美国白宫首席 防疫顾问佛奇提出警告 同时佛奇也呼吁大众 除了美国当局呼吁民众 完整接种三剂疫苗外 以色列上周更宣布 针对免疫力弱的民众 开打第四剂疫苗 成全球首例 而现在当局又有新计划 让以色列超前部署的原因 是因为Omicron变异株 导致以国病例数激增 总理班奈特表示 以国的每日病例数 很快就会攀升到破万例 但不少民众比起担心疫情爆发 更担忧的是现在回不了家 受疫情和恶劣天气影响 圣诞假期飞机航班陆续取消 全美自平安夜以来 已超过一万两千架次班机取消 而最近更来到高峰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显示 全球在一号这天 有将近四千四百架次的班机取消 美国就占了超过两千五百架次 当中在美国芝加哥的机场 超过一千架次班机取消 大批民众困在机场 needs to go we spend the time and I something to eat it's a a long time here I can handle that I can as long as I'm not spending the night here I'm good 中文字幕志订队